语言限制的背后就是思想被限制 思想被限制的背后就是大脑被限制 大脑被限制之后就是想象力被限制 想象力被限制之后就是创造力被限制 创造力被限制后就是落后 这就是中国 中国不可能领先于世界 还要给什么这个开药方 给那个开药方 给谁谁谁指明方向 是吧 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新闻是假的 那么过去书写的历史会是真的吗 说的颇有道理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下最后通牒了 限期180天半年之内 美国要求中国的军工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 否则就全面的封锁制裁 未来会怎样 就看金融会怎样 中国的外债规模大约是2.4万亿美元 那差不多就有17万亿人民币 地方政府的显性债 就是债券加上隐性负债 也就是城头债 大概100万亿人民币 是吧 刚才说的那是17万亿外债 加100万亿 这就117万亿 地方小银行 这个可以啊 城头债是地方小银行 购买了大量的城头债 但是这些钱都要还的 就看怎么还了 归还外债是硬性的 没有什么猫腻 外债如果不还 就是主权债务违约 整个国家信用 就变成了垃圾级的了 没有人会来投资这样的国家了 可以参考巴西或者阿根廷 如果还了 借不到新债 那么一定会影响人民币的流通性的 未来一定会缺钱 因为人民币的发行机制 就是盯住美元外汇储备 这个毛 很多高负债企业 不管民营还是国营 爆发债务危机 都是大概率的事件 地方政府的债务必须还 不还会出大问题 这里的问题有点大 地方政府靠税收 来归还债务 显然是不可能的 靠卖地还债 也是不可能的 地方性小银行 买了大量的城投债 不还钱的话 这些小银行就会破产 引发社会问题 有人说 可以印钱还债吗 这是完全可能的 只是印钱的数量 必须很大 引发的后果 也很明确 摆在那里 那看来中国将来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恶性通货膨胀 是吧 那物价就了不得了 是吧 所以大家伙的资产 包括以后的基本生活 很可能都有很多人饿死 都要 好